有这样一个女子,冯小刚曾说过,她永远成不了流量花旦,更别提拿奖,因为太能装,她就是苗苗苗苗,1988年11月29日出生,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,中国内地女演员,2007年,主演都市情感电视剧《谁在说谎》。 正式进入演艺圈,2008年,参演谍战电视剧身份的证明,2009年,参演张继刚指导的山西说唱剧《解放》,2013年,参演游总政歌舞团编排的红色舞台剧《铁道游击队》,2016年2月,参演古装爱情电视剧《楚桥传》,2017年12月18日,获得2017时尚Cosmo美丽盛典年度美丽偶像,2018年5月, 凭借《芳华》或第二十五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,相信不少的网友都看了冯导拍摄的《芳华》吧,这部文艺片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, 失忆的片房证明了冯小刚在文艺片上面的贡献,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。 居冯小刚自己爆料说,拍摄《芳华》这部电影,最主要的就是缅怀自己的青春,而冯小刚用的演员们也都是蒙心。 影片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部队文工团,一群正值芳华的年轻人,在爱情蒙发时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。 活雷锋、刘峰、黄轩是,由于一次触摸事件被集体抛弃,从农村来的何小平、苗苗时,因不良习气屡次遭到文工团女兵的骑士与排斥。 萧碎子中处期时,默默暗恋着文工团小号手,三人因命运巧合重逢,在硝烟弥漫的战场,昔日文工团的战友林丁丁、郝书文、陈灿等人也在时代变革中,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。 苗苗的美的确是自然的,冯小刚也特别的欣赏,不然不会让苗苗当女主角,之后女二中处期的发展好像更好,不仅仅拿到了很多奖项,还获得了国际奖项,仿佛中处期才是真正的女主。 冯小刚曾经说过,她永远都当不成交际话,更别提拿奖了,因为太庄,正是因为苗苗永远不可能活跃与各种社交中。